剛才在英文捷克的時候 他們都有去做現場 紙料、小儀式等等 待會他們也會送上咖啡 給我們現場的嘉賓 而中山大的孩子 原山國中的小孩是異次結業生後 男生也是 然後在展場一樣 每個 每個廚房的那一場 都是客人不能夠進去的情緒 衛生絕對沒有問題 要保證的情緒 他們現在會發社會 好,來,一隻夠 OK 因為現在聖閒主義 大概都比較重視成績的追求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 他前面都落在讀書這一塊上面 所以有些孩子在學校的學習 也會感到丟落甚至挫敗 甚至有時候開始對去學校學習 當作人味道 所以我們就成立百公學堂 因為我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謂的孩子 他雖然不在 天物都在讀書這塊 他可能給了計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就成立了 由木匠班 健身餐飲班和卡威班 讓孩子能夠從學習當中 找到對自我生命的歸屬 甚至能夠將學道的敬福 加以呈現 然後去追求他生命的一南天 所以我們這個百公學堂 其實只是一個平台而已 然後我們就像百度人一樣 放開一次 找到一個路徑 然後把他百度到對岸 去找其他生命鴛鴦 讓他生命能夠發光發亮 不要因為成績不好 或者對讀書沒有興趣 而自我放棄 這是我們最大的努力 謝謝 好 謝謝老師